现在大家来澳洲玩的话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最主要的是自驾游 租车当然好了 当时我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里面的话 最让我奇怪的就是 很多人不是问我怎么开车 因为毕竟我在这里开了这么久 他们问我最多的是 如何在澳洲停车 澳洲停车很难吗 的确是很难 因为有太多一些乱七八糟的知识态 郊区好像行 郊区的指示牌的话 就是比较因为地大 所以很多指示牌显示的 都是特别简洁明了 但是市中心就不一样了 市中心的话寸土寸金 所以说它好多指示牌 全都压缩在一根铁杆上 然后左边是什么样 右边是什么样 当时一来的时候的话 就显得很懵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个P字母 颜色不一样 然后各种缩写也看不懂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 刚刚来澳洲这边自驾的人的话 可能也会跟我那时候的心情是一样的 就是一脸懵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 关于澳洲的一些停车的基本指示牌的意思 这样的话真如我标题所说的 真的可以 省好多钱 首先先给大家讲讲 关于禁止停车的一些标示牌 以上我列举的这些都是表示 禁止停车的标示牌 这三个非常明显 现而易见的 No stopping No stopping Standing 然后任何时间都是表示 禁止停车 任何车辆不得在此区域停车 就算是说是一分钟也不行 你有时候的话 就是朋友啊 剩下车啊之类的 在这个区域都是不行的 如果大家有时候看到是Standing No standing的话其实跟Stop的意思是一样的 No stop的意思是一样的 只是换个说法而已 然后有时候大家会看不懂 这一个S一杠 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缩写 Stop的那个缩写一杠 就是禁止停车 然后它的箭头这里有标出来 就意味着左边也不能 右边也不能 如果因为等人说需要停留 或者临时上下车 千万不要在这些No stopping的区域 或者No standing区域冒险 因为警察或者巡逻人员一来的话 基本上罚单绝对是跑不了的 还甚至有些人以为是说 在深夜的时候 在这些区域短暂的停车 就不会有人来查了 可是你要知道 开罚单是市政局的财政收入来源 所以市政局的查牌官 是非常尽忠之手的 但是No parking的话 就是P横杠 就是No parking No parking的话 是允许临时停车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的话 就是临时可以停停车 但是仅限于说 尤其在市中心的时候 仅限于朋友上下车用的 不可以停车 就是意思就是说 不能太长时间 而且我建议大家 千万不要灭掉发动机 因为你灭掉发动机的话 它很可能怀疑你是停在这边 OK 再让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一些特殊停车标记的 这些标记很有指向性的 比如说这是残疾人 然后这是出租车 这是当地居民的 然后救护车 然后受限的区域 可能只有工作人员才能停 然后像这个残疾人的话 一般性很多的停车位 和市中心的一些停车位 都会设置这个残疾人的停车位 OK 这个停车位的话是表示 仅限于有残疾人 是停车证的 才可以停车 一旦如果说 如果你没有的话 一旦误停 你就会收到 差不多155左右的发单 正常车辆的话 在这个区域的话 一般性是不能超过两分钟的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大家也经常会见到 这是畅通车道 就有些城市里面的话 经常会标记 此类区域 就意味说畅通车道区域 你不可以在这些标志范围周边停车 但是有些特殊情况是除外的 比方说巴士啊 公交车啊 接送的时候 基本上是可以短暂在这边停留的 当然有些出租车也是可以说短暂停留的 但千万要注意 如果说你一旦在这里 误停的话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标志 你一旦在这里 误停的话 车就会被拖走 像在维州的话 停在这种区域 有C的这种区域的话 你还是要叫 差不多155左右的发单 如果说你的车被拖走的话 想要 想要拿车的话 你需要去交 差不多300多澳币的发单 如果说五天内你不去认领 五天内你不去认领的话 还会产生基本上每天 15澳币 一天的车辆的保管费 然后拖车费 这个拖车费还得你自己出 反正我好多朋友都遇到过这种事情 已经不想说了 所以大家看到 如果说 有C 有C的牌子的话 尽量就是躲开远远的 反正跟我们私家车没有什么关系 OK 重点来了 那什么地方是可以停车的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种有绿色的写着P的话 这就是可以停车的 但是你也需要看时间段 如果说你看到 一P之类的 这个就表示说 这里可以停一个小时 如果是说两P的话 那就是两个小时 二分之一的话 二分之一P就是半个小时 四分之一P的话 就是15分钟 P前面的数字的话 反正就是一嘛 一个小时啊 然后两个小时 就因为这个停车的有效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也是有时间范围的 就比方说 这个地方只有Saturday可以停 就这个方向 只有周六可以停 周六的早上九点 一直到中午十二点 就是停车的 限制停车一个小时 除此之外的话 这个时间段以外 周一到周五 然后包括周日 然后随便停 然后周六的话 过了十二点 一直到凌晨九点之前的话 然后也可以随便停 如果说大家有看到 如果说大家看到 Meter啊Tiki啊 这样的字样的话 就表示这个区域 如果除了遵守时间限制以外的话 两P两P 时间限制以外的话 你还需要额外付费 周围肯定有那个投币 或者刷卡的停车 那个计时器 像摩尔本的话 还有很多老式的 就是老式计时器 只接受那个硬币付款 所以建议各位开车的话 在车内多放一点硬币 硬币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还是多放一点硬币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特殊区域的标记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话 有很多一些特殊区域的标示牌 就比方说最简单的 这个是最经常被看到 Rolling Zone 经常能看到 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普通的私家车啊 之类的都不可以在这个区域停车 正常是给出租车或者公交车 就是接送乘客 或者超过4.5吨以上的 载货量的卡车 装些货物用的 或者是有快递车 反正正常的话 跟私家车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遇到超排关的话 在这里看到你私家车 停在这边的话 基本上发单是跑不了的 还有这个 Permit Zone的话 这个区域的话 一般性就是有当地的console 给附近地区的一些居民 停车的 他们的车是可以停在这边的 你不可以 但毕竟人家是需要支付年费的 然后Permit Zone 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在Permit Zone区域的话 如果Permit Zone一旦打转向灯了的话 那你私家车必须得给Permit Zone路 这个当年我在路口的时候的话 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到 还被挂过 所以印象深刻 除非说你有紧急的情况 就比如说拯救他人生命 否则基本上就是你申诉无望的 OK 还有一个Texi Zoom 这个的话其实跟Bus Zoom之类的 是以道理是相似的 OK 那我们再来看看别的 OK 这些的话刚才给大家列举的 都是一些简单的路牌 现在给大家看一些关于复杂的 就是你看到头已经晕掉了 这也是经常很多人来问我 怎么看这样的牌子 OK 这张车牌的话还特别标记了 60度停车 然后屁股 就是屁股一定要对着路牙子 而且还必须是 就是你车辆的长度 不能超过6米的车 才能停在这边 如果说你没有遵守这些的话 也会被超发单 OK 在这跟杆子这边的话 就是说杆子的左边 是绝对不能停车的 就是no stopping OK 这跟杆子的右边 那就是可以停的 而且是可以停两个小时的 周一到周五 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8点 这段期间你可以免费停两个小时 超过两个小时的话 很容易被查白关开发单 OK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 这张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它的意思就是 从早看看啊 周一到周五 从晚上6点一直到10点 你只能可以停4个小时 而且是免费停4个小时 然后周六的话是从早上的10点 一直到下午6点半 然后你可以停4个小时 然后周日和公众假期 就是要下午的5点 一直到晚上的10点可以停4个小时 除此之外的话 比方说早上7点一直到早上9点半 这一个半小时的话是属于Roding Zoom 这块区域这左边就是属于那个在卸货的时间 然后下午3点半到6点 周一到周五 对这也是卸货区域 然后周六的话早上9点到10点 也是卸货区域 OK到了下面的话 这里等于说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半 一直到下午3点半 都是不能停车的 但是可以临时上下车 不能停车 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看到这个的话 可以上下车 但是千万不要灭发动机 然后周日的话 中午12点一直到傍晚的5点 对也是不能停的 他是说除了婚车和葬礼车除外 就是可以不遵守这些 然后这边的话 那看看杆子的右边 右边的话这是 这里写着 Roding的话就是装卸货物 而且还是需要买票的 就是周一到周五 早上7点一直到下午的6点 就是买票 买票你才可以停在这边 而且还是货车之类的 跟私家车没有关系 周六也是 7点一直到10点3个小时 也是这样 对跟私家车没有关系 跟私家车有关系的是 周一到周五 下午的6点到10点 然后可以停4个小时 这4个小时的话 你是需要去买票的 然后周六的话可以多 早上10点一直到 晚上10点12个小时收限 OK周六 然后这应该是周日 周日的话是早上8点 一直到晚上的10点 对最多只可以停4个小时 就是说你买票最多只能买4个小时的票 超过4个小时的话 你要不再回来补票 要不就开走 要不然的话超白管 肯定又会给你发单 OK 祝大家 在澳洲玩得开心 在澳洲玩得开心